快来一台 救护车道场停在路间的黑色小轿车 车体严重凹陷 而被撞的蓝色小货车 则是揪湿度打横停在车道上 受伤妇人躺在地上站不起身 有的勉强能走还能自行走上救护车 他们搭着小货车发生车祸 一共五人受伤 但却意外发现 一群人竟然违规坐在车斗 甚至还开上快速道路 车斗违法载人 将一规定开罚三千到一万八 西兵快速道路接连发生车祸 卖辽路段甚至有大车追撞 两部油罐车 两部货柜车 一个接着一个撞成一团 对向车道搜救人员 张开双臂示意快快停车 警方调查这台义影车 车上载着一台坦克战车 疑似变换车道不当 导致追撞 让西兵快速道路几乎成了停车场 后方回堵将近一公里 幸好只有一人受伤 西兵快速道路接连两起重大车祸 封闭车道 交通大乱 节中部综合报导 收藏